藍色外套男子被警方包圍 因為警方查出 他使用的機車車牌 居然不是自己的 而是偷把別人得來使用 還害人家受到超速罰單 讓整件事曝光 而這名男子他聲稱 因為自己原本的車牌斷裂 上班需要用車 這才隨機找了一塊車牌撞上去 男子單定拿出證件 讓警方查證 而冤警卻發現證件上的照片 跟眼前男子不太像 雖然無關神似 但有著鬥雞眼 比溫下才知道 原來他冒用弟弟的身分 一查發現他還是名酒駕通緝犯 不只冒用身分 還偷別人車牌來使用 結果因為超速被開單落網 警方一切到罪 以及不能安全駕駛通緝 將他移送地檢署偵辦